绘制教育协会核心育苗计划 11号和上腾工商合作 并且由餐饮科同学 烹调出三桌八道料理 宴请华山基金会个案的长辈们 丰盛的佳肴让老大人们直说好吃 而学生们也借这个机会 学习到服务和回馈社会的精神 大家提前围炉 在寒流中感受社会的温暖 爱心维炉宴由上腾工商餐饮科的同学们 发挥了创意 以华山基金会年菜食材来入菜 烹调出七菜一汤的料理 每道料理同学还会介绍做法 让长辈们是吃得相当的开心 我们是从八点开始一直准备 然后从分工到切菜洗菜烹调 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准备过来 然后十二点出餐 看到老人家吃得很开心 然后会让我们觉得说这是一种成长 希望阿公阿嬷可以吃得很开心 好吃喔 有吃到什么 好吃喔 会自教育学会理事长卓伊茜表示 核心育苗计划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 和学校老师的课程合作 让学生可以在学习基础专业技能 加强职能训练的同时 也加入了社会关怀和回馈的精神 我们这一学期就是协助各高中职的老师 他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补助计划 那希望透过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计划补助 然后让老师带着学生 可以把他们所学的一个一技之长 可以回馈给社会 那这一次今天是上腾工商餐饮科的孩子们 那老师就带着他们一起搬到 然后就回馈给华山基金会的一个阿公阿嬷们 十一号的爱心围如燕 一共有八道的料理 另外同学带来了泰鲁阁歌曲 带动现场的气氛 校方表示 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让学生们可以学习到 志工服务与回馈社会的精神 而大家提前围如 在寒流当中增添了满满的温暖 记者刘明胜吉安香报道